好 地球自转一周叫做一天 一天有两种 一个叫做太阳日跟恒星日 为什么会有两种要扯到下一个问题 你怎么知道地球转一圈 基本上 基本上你根本就没有感觉地球在自转 那你怎么知道地球已经 自转一圈 OK 答案是 答案是 来 小帅哥为你 前面有个电风扇 我的前面有个电风扇 现在电风扇在我的前面 我开始转 电风扇又回到我的前面 表示我已经转一圈 现在在我的前面 然后又回到我的前面 又回到我的前面 所以 找一个远处的参考点 参考点连续两次出现在相同位置 表示 自转一周 参考太阳的叫做 太阳日 参考恒星的叫做恒星日 那 所以 天文学的说法是 恒星两次通过植物线 叫做恒星日 太阳两次通过植物线 叫做太阳日 植物线 那天文取植物线 因为植物线最高 不会被挡到 你取那个地平线 可能会被遮住 所以天文上取植物线 比较高 不会被挡住 所以天文上取的是说 两次通过植物线 好 恒星两次通过植物线 叫恒星日 太阳两次通过植物线 叫做太阳日 太阳日跟恒星日不一样长 太阳日比较长 恒星日比较短 差多久了 大概要差四分钟 所以 因为现在过日子是用 过日子是用太阳日过日子 所以 说法上就变成 恒星每天提早四分钟升起 恒星每天会提早四分钟 就是今天恒星今天在这个位置 明天从这个位置的时间 大概 会提早四分钟 这是因为 地球会 地球会公转的关系 这是地球会公转 这是地球会公转 这是地球会公转的关系 为什么地球会公转 就会造成它不一样长 为什么公转 就是它不一样长 我们解释 我们现在呢 这个 远处恒星 这个是太阳 所以呢 转到左边 转到左边 表示太阳在前面 我们讲过 画在前面 什么意思 通过 直五线 那在右边表示 远处恒星通过 直五线 所以这样表示 这样子 两个的绿色的地方 左边右边表示 太阳通过直五线 就是所谓的正五 然后远处是所谓的 恒星叫做直叶 所以我们现在 主张就是直叶 十分 好 假如地球不会跑 假如地球不会跑 那么 转一圈回来 又一样 对不对 现在 现在在这边 在左边这里 太阳在前面 转一圈回来 又到前面 对不对 所以没有差 所以如果地球不会跑 那就没有差 转一圈又同行回到直五线 但是问题地球会跑 会跑掉 跑掉之后 可是远处恒星是无限远平行光 所以刚才是这样子 通过直五线 现在还是通过直五线 没有差 可是太阳就不是 太阳转一圈回来之后 太阳就没有在我的前面了 它要再多转一点点 它才会重新回到我的前方 才会回到直五线上 所以太阳要看太阳的话 要比转移圈再多一点点的时间 所以太阳日的时间比较长 那要长多久呢 就要长地球自转这个角度的时间 上面这个角度的时间 这个角度跟下面这个红色角是一样的 为什么 比内错角相等 所以 所以地球要多自转一个角度 什么角度 就是地球公转一天的角度 不转一天的角度 那地球公转一天走几度 公转一圈 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天 三百六十又四分之一 大概一度了 大约一度了 三百六十四分之一圈 往里面沉 一圈二十四小时往里面沉 一小时六十分钟 这样沉出来就大概多少 四分钟 所以我们就说太阳日比恒星日多多少 多四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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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这是一个平均的大概的状况 但是我现在过日子是用 我现在过日子是用太阳日过日子 所以就变成叫做恒星提早四分钟升起 那问题是刚才讲说为什么 为什么 太阳日跟恒星日不一样长 是因为地球会公转 多跑的一个角度 那地球要多次转这个角度 但是地球的公转速度没有一样快 近日跑的快 远日跑的慢 佛中升降机就够了 高中升就会变成克普勒三大行律经历之一 是高中的事情 佛中升降机的 近日跑的快 远日跑的慢 所以 太阳日每一天都长得 多多长度不一样 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就是太阳日每天都 不一样长 太阳日每天都不一样长 那我们取平均值 要说所谓的平均太阳日 开学的理话会讲这个 开学的理话会讲这个 OK 平均太阳日 所以 因为地球的公转速度没有一样快 近日跑的快 远日跑的慢 所以每个太阳日的时间都 不一样长 每个太阳日的时间都不一样长 所以我们有取个平均值 叫做平均太阳日 平均太阳日 可以吗 可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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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